所以暫時將你的眼睛抵了起來 好好Key我 藝人納豆24號驚傳腦出血 金雞送往國泰醫院急救 41歲的他1月7號才剛過完生日 昨天則在臉書寫下 下午躺在沙發滑手機 突然看到以前的日本綜藝節目 我居然被國中生的恋愛真誠告白 給感動到淚流滿面啊 從PO文看來 當時健康狀況並無異狀 納豆哥依依在一起之後 整個行大運 行向也越來越好 我心想白癡都很好好不好 我是芳芙孕耶 我跟妳講 他那個時候在追我的時候 就是亂槍打鳥 不想打到我這個瘋狂 我跟妳們說 砰 事後納豆媽媽趕往醫院 女友依依也一路相隨 她回應三立新聞網 今天豆哥早上身體不舒服 就去醫院做檢查 目前沒什麼事了 現在在休息中 妳還有什麼不會的 妳的人生已經活得這麼的優秀了 還有什麼不會的 我想要進去聚球界 妳是人生的立足耶 納豆平時就工作滿檔 原本今天呢 要跟搭檔阿Ken 安心亞錄製節目 同學來了也臨時向製作單位請假 安心亞說 因為同學來了是固定主持 今天經紀人說 豆哥身體不舒服 可能要去醫院檢查 加上存檔也夠 今天就取消了 阿Ken經紀人回應 不曉得詳細狀況呢 只知道早上錄影時 豆哥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 現在人沒事了 納豆經紀人則表示 目前工作都排開等檢查 剛好可以好好休息 納豆只是早上不舒服 沒有腦出血那麼誇張 也沒有手術 目前病因不確定 人沒事也有醫事 消息突如其來 更有大批網友用肉納豆臉書 希望他早日康復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柏伊 哈囉大家好我是郭舒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可是我現在聽 看是什麼怕 快聽呀 快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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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